第一百三十三集 妹妹也不用一声一轨了 这件事情无论真相是什么 我都不想追究了 为此已经让母亲撞破了头 我即便再想讨个说法 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母亲自呛 白师祖听白木槿说的如此深明大意 顿时心里又是愧疚又是宽慰 锦儿你如此明示里父亲很欣慰 也许真是什么人在背后捣鬼 想要你和你母亲闹个两败俱伤 此时父亲会慢慢查清楚 白木槿自然知道这只是个敷衍 但是眼下也只有接受了 白木槿看了一眼露室的头 父亲过奖了 母亲也真的是性自恋 说是真的出了事 可不是要嫌父亲和锦儿不意吗 锦儿从头到尾 也没说是母亲害的 父亲也没有说过 只是希望通过那两个贼人的口 找出真相罢了 母亲怎么就这么沉不住气 非要自枪呢 说着还颇为无奈地摇了摇头 似乎十分的神伤的样子 白氏族的心头微凉 就算他再不想承认 这件事情最大的嫌疑对象也是陆氏 说陆氏真的问心无愧 在那起火的最初就应该去救锦儿 而不是旁敲侧击地让自己看着锦儿死 更不该在抓到贼人的时候 就不分青红皂白下令杖杀 最后更不该在贼人咬死了是他的时候 选择撞墙来解决此事 他寻死可能是要以死明智 更有可能是畏罪自杀 还有一种可能他不想相信 却还是忍不住怀疑 那就是用死来逼自己相信他 心里的怡云已经布下 只不过白氏族看着脸色苍白的陆氏 又想想一双儿女 还是选择忽视了那些小小的遗痘 这件事到底也没有真的损伤到什么人 还是罢了吧 白氏族劝自己难得糊涂 不瞎不拢 不作家温 白芸汐几乎是将一嘴银牙咬碎 才能够忍住不扑上去狠狠地挠花白木槿的脸 明明是他从中作祟 却还将责任推得一干二净 他真的恨 那场大火没有烧死白木槿 这样的话 他和母亲就不必再看到这可恶的嘴脸了 白氏族对白木槿含着一些愧疚 锦儿 你今日受惊了 你的起居室被烧了 就先去以清阁安置吧 那里你也经常派人去清扫整理 应该不缺什么的 那女儿就告退了 我这一身狼狈 也实在不适合留在这 白氏族挥挥手 他现在是特别害怕 看到白木槿那狼狈的样子 就好像是把自己对女儿见死不救的证据摆出来提醒他一般 让他既愧疚又难堪 白木槿微微欠身 转身离开了俘禄院 从头到尾 他那个祖母都没有出现过 真的是能沉得住气 连沐心瓶都能够忍得住 这两个女人真的是不能小觑 黎明到来之前 白木槿终于可以安心地歇息了 这个时候 谁也不敢再轻举妄动 而瑞嬷嬷和喜鹊 却执意守在倚金阁的门外 柳鸳阳一人在内室守着白木槿 为了安全地度过着最后的时刻 瑞嬷嬷觉得还是不要轻易地放松 只有时刻保持警惕才不会让意外有机可乘 而此时紧闭的皇城西华门外 却迎来了不速之客 父王 为什么皇上突然就改变了主意 还有太后 他明明答应会帮咱们把事情摆平的 楚郡王依然闭着眼睛 可是通过他的呼吸声 便知他也没有睡着 良久就在凤子寒等快要失去耐心的时候 楚郡王才开口道 你九皇叔什么时候和白家的人有了交情 凤子寒一愣 没有想到自己的父王会突然问这个问题 他左思右想才道 据儿臣所知 九皇叔和陆清云一直交好 但和白家应该没什么交情 除了白木槿 但是这一点 凤子寒知道不可以胡乱说出来 不然被凤九卿知道了 定会惹出大麻烦来 因为凤九卿的脾气大家都知道 没有经过他的同意 把某个女人和他扯上关系 那就要承受他接踵而至的怒气 楚郡王依然闭着眼睛 略显沧桑的脸上如刀刻腐灶一般 比之凤子寒的俊美来说 他多了一些刚矣 少了一些清俊 但无端的有一种肃杀之情 这才是一个身居高位 历经世事的中年男人该有的气势 楚郡王眼睛陡然张开 力蒙一闪而逝 随后就归于平静 古井无波 看了一眼凤子寒才道 陆青云 倒是个好小子 难道九卿和他的关系 能比跟你还亲近 凤子寒博承抿了抿 本就没有什么表情的脸上 更增添了几分寒霜 拳头轻轻地握了我 这才是他的心头痛 他自幼和凤九卿几乎是一起长大的 虽然名义上是舒直 但基本上和兄弟无异 陆青云不过是一起进了东方玄的门下 才亲近起来 可是凤九卿在这件事上 一直都站在白木槿的一边 一开始他也以为是因为陆青云的关系 但是凭着他对凤九卿的了解 绝对不可能 一切还是因为白木槿 那个女神破坏了一切 没有等到凤子寒的回答 楚郡王也没有什么表示 好一会儿才叹息了一声 寒儿 你呀 还是太年轻了 这种小事情 竟然也能处理成这一 让父王以后怎么放心将楚郡王府交给你 又怎么放心 让你执掌金鸡 这十万金饼 凤子寒低下头 拳头握得嘎吱作响 却是一句反驳的话都说不出来 这件事的确是他的失算 当时也不知怎么的脑子一热 就吐口说出那些话 被白木槿咬着不放了 都是白木槿那个混账女人 非要死咬着这件事不放 儿子当时也是被他的傲慢给气晕了头 其实也不怪凤子寒 他这个一直被女人捧得高高在上 几乎走到哪里都能够惹来无数女子倾慕的眼光 虽然他明面上好像不在意 但是潜移默化间 的确被这种虚荣所感染了 于是当面对白木槿对他的不屑一顾 不假辞色的时候 他才会失了分寸 觉得这个女人该要好好地教训一顿 楚郡王微微地摇头沉沉地叹息一声 和他无关 和你自己的心有关 凡事不要只看表面 我虽然没有在这 但通过你和锦瑟的描述也知道 这件事其实不怪人家 是你们兄妹俩过得太顺 才会以为真的没人敢和你们作对 而且 那个白儿小姐 是故意给灵儿下套的 你们连这点小伎俩都看不穿 难怪要钻进人家的圈套 凤子涵一愣 想到那个楚楚可怜的白芸汐 一时之间还不能相信 那不过是一个十几岁的小女孩 有那样单纯善良的性子 怎么会故意下套呢 楚郡王一看儿子表情 就知道他在想什么 我说了 凡事不能光看表面 还有啊 那个白大小姐 真不是个简单角色 我倒不怕他们咬着这件事情不发 非要咱们道歉 而是怕他别有目的 什么目的 要帮人 搬到咱们郡王府 楚郡王眼里一寒 说出的话都冷了几分 凤子涵倒吸一口凉气 一副难以置信的样子 怎么可能 谁有这个胆子 楚郡王看着凤子涵 觉得这个儿子还真该让他历练历练了 虽然聪明 但是经历的事还是太少了 所以许多问题都想得太过表面了一些 缓了缓口气 楚郡王才道 咱们王府这些年 也的确招摇了些 手里握着金鸡重病 有多少双眼睛盯着咱们呢 你以为皇上重视你父王 就真的一点也不忌讳吗 木秀于林 风必摧之 所以 我才一直教导你们 要低调行事 切不可 给人抓住的任何把柄 否则 就会惹来大祸 凤子涵沉默了一会儿 他不是傻子 将事情前前后后地想了一遍 才明白过来 可是白木槿到底是个小丫头骗子 谁会借他的手来行事呢 父王的意思是 那白家是皇上故意拿来 警告咱们的 那倒不会 自从老宁国公去世之后 白家已经淡出了权力重新 他们如今 也只能靠着白老爷子留下来的老本肯肯 白世祖那个人 不堪大用 我的意思是 这一次 恐怕还真要你和妹妹去父亲请罪呢 父王 怕也救不了你们 凤子涵一想到这一点 简直就快要忍不住爆发了 要他给一个心机歹毒的女人认错 还不如干脆在他身上砍几刀来得痛快 父王既然已经做好了牺牺牲我和妹妹的准备 为何要赶在这个时候进宫求情 必要的姿态还是得做的 能顺便将代价降低一些 也没什么坏处 若再能让皇上和太后心生愧疚 那反而有利无害 凤子涵现在才由衷地佩服自己的父王 即便是吃了这么大的亏的情况下 还想着为王府牟利 果然能从一个落魄郡王府的数字 坐到今时的位置 不是一般的能耐 来不及细思 西华门的厚重宫门 缓慢而沉重地从里面打开 交集的禁卫军刚刚到岗 楚郡王府的马车就驶了过来 一看到楚郡王府的标记 守门的禁卫军就赶紧客客气气地移上来 麻烦令牌 驾车的车夫就从怀里掏出了令牌 往金群前一辆 那禁军赶紧道了一声 郡王爷请 马车的车帘都没有掀开 车夫就缓缓地驶进了宫门 直奔进宫而去 这个时候皇上还没起身呢 楚郡王父子下了马车 就快步赶往宣誓殿 刚刚到了就有人从里面迎出来 原来是皇上身边的首领太监汪公公 楚郡王赶紧上去 先给汪公公道了一声好 态度十分的谦和 完全不似刚刚在宫外的锋芒毕露 那汪公公赶紧陪笑道 嘿嘿嘿 王爷真是折煞老奴了 每回见了奴才都这么客气 这天还未亮呢 王爷所为何来啊 楚郡王也不啰嗦 悄悄从袖口里取出一张红风来 借着要拉汪公公手的机会 塞给了他 在这宫里有什么事能瞒得住公公啊 何必和本王打马虎眼呢 王公公手指捏了捏纸锋 也没客气就顺手塞进了袖口 王爷过奖了 皇上这会儿还未起呢 恐怕要烦劳王爷候上一会儿了 不碍的不碍的 公公自取盟就是 王公公对楚郡王这种态度十分的满意 临走之前才似不经意的道 哎呀 这昨儿个 皇上被陆老夫人拉着说了半嗓 累着了 才要睡会儿 奴才待会儿还要吩咐礼部和内务府 去白府宣旨呢 就不陪王爷说话了 楚郡王知道 这是汪公公给自己传话 公公辛苦了 这要宣的是什么旨意 说在平日 楚郡王必然不会不知道 可是昨儿个陆老夫人和白木槿离开之后 宫门就下了 所以这消息才没有能够传出来 汪公公满脸喜庆的笑声 嘿嘿嘿嘿 当然是喜事儿啦 您国公好福气呀 家里就要出一位郡主了 楚郡王和凤子涵历时都惊了一下 可是汪公公已经做了衣 离开了 只留他们父子在殿外等着 皇上竟然要封白木槿 做郡主 凤子涵眼里一闪而逝的杀气 楚郡王瞥了他一眼 什么话都别说 待会儿见到皇上 只管跟着我说话就许 不许再自作处账 凤子涵改蒙低下头 刚刚那句话要是被人听了去 依着他的语气 那皇上定然是要不高兴的 这可是质疑天子的命令 再严重一点就是欺君 两人沉默地等了约莫半个时辰 皇上才宣他们进去 一进宣誓殿 楚郡王就拉着凤子涵跪拜在地 口中称罪道 皇上 臣弟带逆子进宫请罪了 皇上仿佛刚刚睡醒的样子 打了个哈欠 才不慌不忙地 瞄了跪在下面的两人一眼 这七早八早的 爱卿们 所为何时啊 楚郡王连头也不敢抬的样子 称慌称恐道 臣弟轿子不言 一双儿女 无端为皇上添烦恼 臣弟于心难安 左个 皇上召见臣弟 臣弟一时半会儿 还没闹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 所以说了些不该说的 还请皇上恕罪 哦 这么说 现在已经弄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了 是 昨日臣弟回府之后 问过了子涵和灵儿 才将事情弄清楚 学在是两个孩子不懂事 闹了笑话 给皇上丢脸了 听着好像是诚恳地道歉 但故意回避了污蔑白木槿清白的问题 而只一心要捧着皇上说 不得不说楚郡王聪明 这样既可以安抚皇上 又能够在待会儿皇上提出一些过分要求时 有回旋的余地 皇上听他一直都在顾全自己面子 面色也松了一些 好了 起来再说吧 也没有个外人 无比贵了 楚郡王和凤子涵赶紧谢恩 虽然站了起来 但仍旧是拱着腰 看起来无比虔诚的样子 既然你们来了 那这件事就先告诉你们一声 今儿朕就要正式下旨 封宁国公 嫡长女 白木槿为安平郡主 待旨一宣了之后 你们一家子就去宁国公府谢罪去吧 子涵和子灵要当众给安平郡主磕头认错 王妃也得去给郡主赔罪 将人当众打得头破血流 也太过分了些 皇上似乎轻轻松松的一席话 将楚郡王父子说的几乎要吐血 他们原本以为虽然要登门致歉 也不过是去说几句漂亮话 哪知道皇上竟然来真的 要楚郡王世子和小姐下跪磕头 还要王妃也去亲自道歉 这不是羞辱他们一家子吗 楚郡王再好的休养 也受不了这样的事儿 虽然早就有了心理准备 但是落差未免太大了一些 凤子寒紧握的手青筋抱气 当即跪下将映着声音道 皇上 臣不服 楚郡王一愣 他正在思考对策 没注意到自己儿子 竟然让他当着皇上的面 就说出这种不顾后果的话来 恨不得踹他一脚 不待皇上开口 楚郡王赶紧踢了他一脚 逆子 在皇上面前 有你说话的余地吗 还不快和皇上请罪 说完也赶紧地跪了下来 惶恐万分 皇上 臣弟该死 但是 如此做 是不是犹如皇室的体面 毕竟子寒是郡王世子 也代表着皇家的脸面